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冬季还没有结束 四川省前维县这片茶山上 却已经热闹起来 满山茶树吐露了新芽 23日茶农们就开始采摘第一波茶叶了 在人们的印象里 春茶上市都是在4月初的清明节前后 可是这些茶怎么会在1月下旬就能采摘了呢 这个茶12月份就开始蒙芽了 所以说到现在在1月23号左右 我们都开始采摘了 这个茶出来其他的市场都没开 原来现在采摘的 是当地花了十多年时间 培植出来的早茶新品种 鹅梅问春 2001年冬季 人们在四川中小叶茶树群体品种园里意外发现一株 发芽特别早 并且涨世旺盛的茶树 技术人员对这棵茶树进行无性繁殖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才终于培植出了这种发芽很早的茶树 经检测 茶叶中的氨基酸 茶多酚和咖啡碱等物质含量 完全符合四川明优绿茶的标准 新茶上市时间 却可以比当地其他明优品种 早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人们在春节前就可以喝到新茶了 今天杜光燕要求茶农们只采摘毒芽 可是却在茶叶楼里 发现了一些混杂在一起的叶片 这将会影响干茶质量 大家起来 你们的芽子瓜减化好 你们的有些芽子比较大 这个是要不得的 做不了高档上 听了杜光燕大声提醒 茶农们采茶的节奏缓慢了下来 他们小心地采摘着嫩芽 浙江省新昌县 也是绿茶的主要产区 由于持续低温 直到三月初 茶树才长出新芽 比四川的峨眉问春 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连日的阴雨过后 仲察人陈春潮 终于盼来了晴天 这条船是陈春潮 去茶厂的交通工具 他负责的茶园 就在水库两岸的山坡上 去年这个时候 茶园已进入了采摘旺季 而当前的天气 对他而言 却还是寒冬 春天似乎还在玩着躲猫猫 持续低温阴雨 对于当地造春茶树来讲 并不是好事 这样就失去了抢仙的优势 山坡上 采茶的工人们 在灵星采着茶青 这里去离杭州西湖龙井村 有一百五十千米的路程 也出产龙井茶 龙井茶外形扁平 光滑挺直 香气鲜嫩清高 滋味鲜爽甘醇 叶底细嫩成朵 院外风和西子孝 明前龙井女儿红 就是对龙井茶 最绝妙的写真 那很讲究的 这个大野质老野贴就不要了 这个光是一个新子 就这样一叶一新 野质长开了可以采了 这种小的就不能采了 不能采 这个老野贴了 这种老野贴就不能采了 这样有一点点长开了 就可以采了 这样的茶叶 清茶是清野 这个四斤半 四斤半茶一斤茶干茶 照这样的标准 五百克的干茶叶 大约需要五万多个芽头 以王华璋的采摘速度 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 但是目前能够符合要求的茶芽 并不多 茶厂里 制茶师傅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采下来的茶青要立即进行处理 第一步就是摊青 让新鲜的茶叶失去一部分水分 这是保证茶叶鲜爽的最重要环节 时间长短 要根据气温湿度来定 鲜叶炭的厚薄都很有讲究 扁平是龙井茶有别于其他绿茶最主要的特征 炒茶师傅玛丽的动作 包含了仅十种炒茶手法 这是抓 使手中的茶叶里外交换 均匀受热 这是抖 这是推 茶芽在这些过程中 慢慢变成了扁平的样子 不管是手工茶还是机械茶 每次炒制只有一百克左右 每一个步骤都要三十分钟 五百克的茶叶 如果没有几个小时的炒制 是出不了锅的 更多的时候 人工炒茶会被全自动制茶机取代 据说这样更能保证茶叶质量的稳定 和龙井茶的鸡鞋炒茶相比 这家茶厂的规模就大多了 杜光雁的新茶 峨梅汶春正在这里加工 绿茶的加工工艺不同 茶的外形和风味也有区别 茶的品种多样 杜光雁还没有最后确定 新茶适合哪一种工艺 为了更好地保留新茶鲜嫩的特点 杜光雁今天采用的是石花茶的制作方法 石花茶的选料十分考究 全部采用单芽制作 茶的外形非常漂亮 杜光雁把当天采摘的嫩芽送到了茶厂 前夜经过尾雕后 放在制茶机里炒制 经过三炒三量 制作出来的干茶扁平云质嫩绿油润 冲泡的汤色清澈明亮 芬芳鲜嫩 鲜香气息非常诱人 今天刚历春都能够喝到新茶 在我心目当中从来没想到过 说实话 这个茶也真的可以 口感也好 外形也好 还有做工怎么样 材摘都还比较满意 和纤维线相距一百多千米 是素有羽城之称的雅庵 这里经常山雨朦胧 年降雨量两千毫米以上 是四川省降雨量最多的区域 素有雅庵天陋的说法 由于蒙顶山的海拔高度 土壤 气候条件 最适合茶叶的生长 从唐代开始 蒙山茶就是皇家的供茶 当年西汉人吴里珍在蒙顶山 驯化野生茶树 亲手种植的七株茶树 变成了黄茶园 专供皇帝享用 现在很多后备茶人 每年采摘第一批鲜叶 都会敬奉 尊为甘露茶组的吴里珍 以求制作出上品的好茶 从历春开始 蒙顶山上 接连下了几天小雨 被云雾笼罩的山上 气温还不到十摄氏度 杜光燕的峨眉问春 已经在一个月前上市了 蒙顶山上 这个海拔一千米左右的 高山茶园 只有很少的茶树发芽 要喝上这里的 看来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自古有一句补言 就是说是香咸煮好茶 因为我们山上这个川茶 一般它就味道香咸比较浓 耐冲泡 这个山区的茶 一般大概就在 3月17、8号、15、6号 3月中旬左右 基本上就可以上市了 此时 浙江陈春潮的新茶 已经做好了 来大家来比一下 这两个茶叶哪个好哪个坏 哪个质量好一点 来来 这是今年春茶的第一果 陈春潮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这批茶最先面对的 就是各路行家的品评 看来下一次 除了炒制的火候和手法 需要调整 更重要的是 拔好采摘这一关 拆下来的茶叶是直接影响质量的 你拆得好 这位做得好呀 拆的茶叶很俊荣的 你跑开的茶叶也很俊荣的呀 你拆的不俊荣 大得大小的小 做得也不好做 你跑出来也很难捆 但是按照当前茶叶的掌势 大规模采摘 还需要几天 茶商们打来的催货电话 更是让陈春潮心急如焚 天气不好嘛 没办法 就能不能担待一下 我尽量给你赶出来吧 尽量给你赶出来 赶紧出来吧 天气预报 在茶厂的显著位置 滚动波出 而陈春潮的手机上 有着更详尽的显示 这是他接受茶厂的第二年 采茶 制茶 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 如果阳光明媚的天气 能持续几天 早春龙井茶 会很快进入全国市场 可是雨雪 紧接着就来了 我每天关心的就是气象预报 我的气温 直接影响到我那个茶叶 如果温度低了也不行 温度高了也不行 过高了我就长得够快 我来不及采 过低了的话 一下子马上就冻死 如果是真的像气象预报这样的话 我明后天 可能采茶叶全部要没有的 陈春潮短时间内 把所有能找到的亲戚朋友 都召集过来 他要在雨雪来临之前 把能采的茶芽都采摘下来 今天天气好 明天就要下雪了 把它全部把它搞下来 能搞的就搞下来 这些都是花 那这些都是好的小的 都把它采下来 这些都可以采了 就冻了就没法采了 就没用了 全部报废了 换句话说 今年那个茶叶 其实全部就没有了 一年下来 全部泡汤 浙江的陈春潮 担心未来几天 天气会再次变坏 影响茶树发芽 雅安一带 却迎来了难得的好天气 进入三月 连续十几天 气温都在 摄氏22度左右 茶树上 一个个嫩绿的芽包 萌发了出来 十三日 蒙顶山茶正式开始采摘 每天大量鲜叶送到厂里 生产线24小时 不间断生产 现在的茶厂 几乎全部是这样的 机械制茶 新茶送到车间 经过摊量 尾雕后 就送入这台机器里 杀青 只要设置好温度 经过杀青的茶 都不会有大的区别 然后再由这几台机器 整形烘干 机器制茶 适合大规模生产 可以保证 每一批茶的味道和规格统一 手工茶是好喝的 其实手工茶 它这个香气比较高 手工茶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做了 白朝青每年也只是做上几斤 他做了四十多年的茶 虽然在茶厂 也用机械制茶 但总觉得只有手工茶 才更能表现蒙顶甘露的鲜爽 最关键的是杀青 杀青杀好了 也就决定了这个茶 有的品质好坏 杀青是把经过尾雕的鲜叶 放在铁锅里翻炒 温度控制在摄氏140度 到160度之间 炒茶锅里温度的高低 斗闷手法的结合 这些是机器 根本做不到的 温室提高它的温度 如果头呢 就是蒸发它的水分 和散发这个清澈味 这个杀青呢 关键是要控制温度 杀青最能体现师傅做茶的水平 这也是白潮青最为拿手 鲜茶如果杀青不足 不但会损失 鲜茶香醇鲜爽的口感 还会带有一股青草气味 杀青过度也会影响茶的鲜爽 炒一锅茶 白师傅大概需要45分钟 火力的调控 全靠它和烧火师傅之间的默契 鲜叶杀青到一定程度后出锅 进行挤压揉拈 揉拈是破坏酸液的这个鲜细胞 它使之它这个内含窝 搀附在茶叶的表面上 便于这个冲泡 揉拈的目的是让叶片的组织细胞 挤压破裂 富含营养的细胞液 渗透到叶片纤维当中 使茶叶的氨基酸 茶多酚等营养物 更容易溶解到水中 喝起来茶的滋味也更饱满 这个环节即使是用机械制茶 也还是要用人工揉拈 经过这样三炒三揉 茶叶从最初的贬值舒展 变成解密弯曲的螺旋形 茶叶中的水分只有12%左右 通过三炒三揉 最后来进行干炒 干燥是制茶的最后一道工具 出锅的鲜茶平摊在竹制的烘笼里 用没有烟的炭火烘焙 茶叶在烘焙过程中 由于湿热作用 产生着复杂的变化 甘露茶的芳香物质被散发出来 冲泡一杯 蒙顶甘露茶的鲜 纯 干 爽 很难让人拒绝 正如天气预报所言 两天的晴朗之后 浙江杭州和新昌一带 都出现了一场雨加雪 现在正是春芽萌生时节 突然出现的雨雪天气 对新茶生长 必然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西湖龙井的茶园 能否经得起这场雨雪的考验 自身茶人七国伟还是不放心 年近七旬的他 冒雨来到了茶园查看 作为出芽烧碗的茶树品种 这里的茶芽还没有蒙出 真正西湖龙井的产区 可能就是采测起 可能还要到半个月 到二十天 早茶不一定是好 好茶也不一定是最早 让七国伟和陈春潮 这些种茶人幸运的是 这场小雨雪天气 只维持了两天就过去了 茶园的天气又转晴了 因为茶树品种不一样 西湖龙井茶三月下旬 才能大规模采制 而新昌的大佛龙井茶 在三月初就已经全面上市了 一场细雨宣告了冬季的结束 满地盛开的油彩花提醒着人们 春天来了 茶室上已有人迫不及待地寻找今年的新茶 明前茶 在一些人心里始终有着无法撼动的地位 那嫩绿的新芽 在水中婀娜飘逸的身影 总会让人陶醉 很多人喜欢明前茶 是因为那是茶树 经过一个冬季休养之后 萌生的第一批芽包 冲泡起来不但味道鲜美 营养也更丰富 人们通常把清明前采制的茶叫明前茶 古雨前采摘的叫雨前茶 一向有雨前是上品 明前是真品的说法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 说明人们对茶叶季节性的推崇 实际上也反映出了气温 对茶叶品质的影响 不同的区域它温度不一样 不同的品种它的发芽迟早不一样 所以就完全去扣4月5号或者4月4号 就没有意义 但是我理解的老百姓做的明前茶 就是我采的比较早的茶 早采一天是饱 晚采一天是草 但春茶的采摘 难道真的是越早越好吗 这一天又有一批新茶 送到了浙江大学茶学系 茶叶评审专家将用专业的评茶杯 冲泡他们 龚书英是浙江大学教授 从事茶叶加工和茶叶品质控制研究 也是国家一级评茶师 每年全国主要产区的新茶 都会寄到这里进行质量审评 今天四川前维县的新品种 峨梅汶春 亚安的蒙顶甘露 和浙江新昌县的大佛龙井也在其中 两位评茶师将从感官 喝茶的内在质量上进行评判 究竟每一款茶最鲜爽 答案即将揭晓 像现在都很早的早春茶嘛 鲜爽度都会好的 我们在这个细微的差异当中 再比较 哪一个会更鲜一些 四分钟的冲泡 能让茶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 通过闻香 品尝 一款茶的内在品质 会表现得一览无余 那么在他们同时评审的这几款茶中 哪一种更好呢 从汤的颜色看呢 就是这个汤比较漂亮 就这个汤是比较好的 就更胜 比稠的 三号茶最好 三号茶 就是大佛龙井 对 两位评审专家选出的 都是新昌县的大佛龙井茶 大佛龙井主要分布于 海拔四百米以上的高山茶区 选用无公害两种茶园的 又嫩芽叶 在当地 大佛龙井分绿板和黄板两种茶 绿板茶有着明显的 立香和果香 黄板茶口味上 更接近杭州的西湖龙井 农顶甘露还是比较 我们都叫它农醇 它还是比较浓度比较大 喜欢喝农茶的人可以 评查师从感官上 并没有提到峨眉问春 难道说 它的鲜爽度 不够明显吗 在成分分析实验室 龚书英教授的学生 正在用仪器分析 茶叶的主要营养成分 很明显 三种茶叶中 氨基酸 茶多酸 咖啡碱的含量 各有不同 大佛龙井 茶多酸含量最少 氨基酸含量相对较多 而蒙顶甘露 正好相反 茶多酸含量 在三种茶中最高 氨基酸 却最低 茶叶中 共有26种氨基酸 它们的味道 有甜有苦 茶多酸是茶叶里 多酸类物质的总和 会使口腔产生苦涩的感觉 那么 茶给人的鲜爽感 又是谁来决定的呢 茶多酸除以氨基酸 这个是对口感影响 很大的一个数据 分氨比小的口感 会更好一些 可是 俄眉问春茶的 分氨比值是7.51 非常接近 大佛龙井 但是专家为什么 没有看好它呢 就采得太早了 我不是越早越好 我不是这个牙 一露出尖尖头来 就把它采掉 而是这个牙 牙长出来之后 让它有一定的生长度 然后呢 外面它有一张 越冬的叶子 我们叫鱼叶 这个鳞片 要把它让它展开 然后这个牙呢 经过一段的 有一段时间的生长 然后比较饱满了 你再把它采掉 不要很嫩的 还是很幼小的时候 你就把它采了 但是 但是从市面上来 您这是专业的 市面上来说 这是不是也是好茶 好茶 它没有很明显的毛病 2014年 我国18个产茶省市中 茶叶质量和安全水平 得到了明显增长 明游高产的茶树两种面积 增加大约1900平方千米 增幅接近14% 人们可以有机会 喝到更多鲜爽的好茶 众民者八方皆好客 到处清风 自然来 采茶人 做茶人 饮茶人 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一杯茶聚在一起 而茶香的源头 其实不在双手 而在心间 琳琅满目的茶叶品种 深浅不一的汤色和香气 透露了茶叶 不易被人察觉的秘密 评茶行家 告诉你选茶的门道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探仙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